上期狗事二视频里我说了一句 如果你新机器买回来不拍4K 5K 你还不如去买狗6 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大家的评论 虽然根本就没有人care这句话 对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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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因为我忽略了点 好多人看视频不是用电脑的 也是看着他们是用手机看的 因为我觉得手机就是拿来看小文书和色图 如果在手机上面看原片 我确实也只能分得出4K和1080P 但是如果把1080和2.7K放一起比 或者2.7K和4K放一起比 那我也确实分不出 但是当大小来到我14寸的笔记本上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明确的看出每个分辨率的差别了 当我再把笔记本接到30寸的显示器上放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非常的嫌弃2.7K了 因为它有一种蒙了一层雾的锐度下降的感觉 那再进一步 可能也有人跟我一样经常用大电视来看视频 那就更可怕了 我的天哪 一打开4K的 一切都很Rail啊 没毛病啊 你弄个1080P 这时候感受一下 我的天 街对面的路牌上面字都看不清 远处那个景色 没对上焦 还是视频没有缓冲完一样的胡 1080P够用 2.7K够用论 我个人认为 仅适用于你全流程都在手机上面播放 你永远不会把它放到大屏上 你但凡在电脑pad上面习惯过4K 你绝对是回不去的 哎呀 于是问题又来了 世界上每天要卖出去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相机 可是真正靠这个吃饭的全职up主 又有多少比例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实际上买回来 还是拍给自己看给自己纪念的 这个时候视频网站会不会压缩文件 看视频内容会不会用手机这种小屏幕看 有多大关系吗 对吧 横竖我都可以本地文件放电脑里面自己用大的显示器来看 或者放NAS里面全家人一起在电视前面看 所以咱们尽力去拍主流设备上面肉眼可见更好的画质 应该不是一件错事吧 哎以上这些就是要不要拍4K5K我的观点 然后今年8月份我在刚拿到狗杀的时候 也顺便买了一台Action 4回来感受一下 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具体的对比情况 然后这两台相机 新机的默认参数都让我觉得非常麻 一个Action打开之后默认1080P30帧 另外一个也差不多打开30帧低马率 你们到底想不想让用户好好拍了 关键还 这俩还狂加高瑞化和高鲜艳 这是我之前说的 今天的瑞化鲜艳根本就不是探机生物看的东西 那说到瑞化我想特别分享一下 就是我8月初买了一台Action 4 当时到手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 也不知道有新固件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是 没有自定义关闭过 机内瑞化和机内降噪的Action 4 拍摄的4KD-Log画面 说实话当初我拍完回家导进电脑 我心凉了半截 我心想这机器白买 就这个画面真的压根跟行车记录仪有毛区别 于是过了几天家里来个亲戚晚辈 我就把那台Action送给他了 好家伙过了半个月 我才听朋友说大江更新了固件 能自定义操作 我这才一个不死心又买了一台新机 发现9月份的新机 它就是更新好固件的了 可以关掉机内的降噪和瑞化了 在这个固件更新之后 Action 4的画面才算是一个2023年该有的水准 这个是我们待会儿在细讲 你可能会问 现在都已经更新完了 我为什么要把8月份的事情单独拿下来说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世界观崩塌的感觉 之前的年代里 自从Action诞生起 各种做测评的博主 各种用户在下面的讨论评论 给我传达的信息全部总结下来 就是Action只有晴天的时候 画质比GoPro稍微弱一点点 其他地方都很棒 都抹平了 普通用户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然后 我可能还傻兮兮的当真 如果在2023年8月还是9月 这个新固件更新之前 Action所有1234代 都没有关闭机内锐化和降噪的功能的话 Action即便在晴天下 都是这个画质水平的话 它这个画质水平 在运动相机领域 有任何一丁点的竞争力吗 老金店老师 我真不敢相信 这是2023年的画质水平 作为对比 我们来看看狗6的画面 作为对比 我们来看看狗7的画面 我们来看看2019年狗8的画面 看看20年狗9的画面 再看看2021年狗10的画面 就真的 不应该不好意思 容我表达一下情绪 我真的想说 之前的四年里 所有说Action画质 不错 好 没差多少 的每一位朋友 我诚挚的想问一句 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包括那种对比 说Action夜景更好的 当然现代夜景 确实是更好 但是但凡在更新固件之前说了 这个球场里面这个涂抹 真的涂完之后 球场对面打球的人 是不是人脸我都看不清 当然 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用户 他真的全程手机操作 我从来没有上过电脑大屏的 那我可以理解 可是关键是这么多测评up主 你们诶 视频不用电脑剪的吗 不上大屏的吗 可能吗 看不出差距来 所以就是8月份 这次WiFi完之后 回来看素材 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确认是自己拿到真机上手 尝试过之后 我才想发现 小丑精神我自己 好吧 说远了 回到现在 那现在Action的画面 终于是正常了 Action的特点就是画面特别锐 它这种锐 越是压缩到手机 这种小屏幕上看 可能就会越明显 越抓眼球 那你考虑到 它用的也是大疆这块 祖传的全家种传感器对吧 你再结合一下 其他几款无人机产品 普遍都有的锐化感 你就会很容易理解我的形容 那现在新固件 可以关机内的这种涂抹 等等之后 画质和色彩 确实有了质的飞跃 但是它现在画面的 非彩色噪点 在大屏上会特别明显 那么你就得 后期费点事 做点降噪 然后你看GoPro的第一眼 总是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重 说不出那种数码锐化的味道 就它的边缘的过度 皮肤的质感 甚至是树叶的色彩 都透着一股顺滑的味道 然后这个对比镜头 我拍的时候快门射错了 所以有点过曝 请忽略啊 动态模糊有点多 不好意思 但是你可以看到 10比特的log 让我拉回来了不少高光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就这种柔和和顺滑 应该算是很多电影机 电影镜头 都在追求了一种表现风格 我相信还是更多的影像 爱好者 所会去趋向的那种风格 但是如果你说 你就是喜欢锐 一定要锐的 那我也不能说你错 我在地上摆了一个箱子 然后把相机卡在这个拐角 基本上位置是完全齐平的 他们俩的交段数据 其实是相互交错的 并不是说哪个输哪个赢 这个是工作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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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还得多一句嘴 就上个视频也说过 GoPro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是原厂就有一个广角附加镜 这个附加镜会让视角的广度 领先一大截 并且减少数项的压缩感 当然了语言效果也会更明显 所以这个功能是否值得 你还是得单独拿刷考虑一下 接下来是续航 上一期我是拍了全程这种 自主证明真实性的视频 然后来告诉你的主要几个 比较好的参数之下 GoPro 12的主要情况的续航 那么这次Action的数据 我也依然是在类似的情况 做了一个记录 节省时间我就不放全程录像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Action续航是一个优势 我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数字上面造假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截图 回去再算看自己的运动场景 到底需要带几颗电池 夜景拍摄 那这个也要分为防抖不太重要和需要防抖的情况 比如我们都知道 运动相机它暗光的时候扑手 那我们可能就会主动避免这个情况 尽量就运动的时候把它放在固定机位 接着当我们离开阳光 来到一个室内球场 你们看这个照度还算比较主流吧 如果这两台相机都是ISO800 然后固定的放着 你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模糊的鬼影 画质也都能凑合看得清脸 那就行了吧 先这样继续往下 如果你把它们穿戴到身上 它们就会有一个分水岭的预值 比如说Action在ISO800动起来之后 它防抖的鬼影就会有点吃不住了 就发力的时候 那个震动传递到相机上面 消不掉 于是你就要把ISO提到1600才行 反之呢 GoPro在ISO800的时候 你基本上把它穿着 防抖也还能继续维持住顺滑 你就可以不用把ISO往上推 不过过了这个预值 再往后低光的时候 Action大抵的优势就会变明显了 对吧 你看这种黑夜户外的场景 并且锐度保持的也不错 Action甚至还有一个肉光增稳的功能 它就是全部全自动帮你拉高快门速度 来避免防漏的鬼影 不过我还真不牵引你用这个功能 因为它这时候ISO也自动了 万一它给你ISO推高到爆炸对不对 那还是自己手动掌控比较保险 把阿琴喊来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日常工作其实就是和图像处理 有相当大的关系 然后你看它们身上的这个 成全格衬衫 我天天接触的就是什么 车上车载的预演相机 环视 10先 照理来说如果是针孔相机模型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是恒平处直的 对 如果是预演相机的话 它应该也见到过 它是对这样子 类似于这样的 会有黑边 它的黑边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是的 你说这一块它会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拉伸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在四个角的时候 含的信息是最多的 所以说等一下 为什么这四个角是最多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含的信息量最多 为什么这个四个角含的信息量最多 首先你视角不一样 所以这里被扩充了 这里就是被压紧了 对 对 让我思考一下 行不行 你要我想一会 想一会 你刚刚我用这种非常远的状态拍了一组标定数据 就这个格子 其实对 好了一下我写的一个标定程序嘛 嗯嗯 就像我们用这种最极端情况举例子 我把它解出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截图给直接去击片 这样图片会更直观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圆图吧 这个图就是它拍下来的 在视频里面的某一帧的圆图 做好去击片的结果放到这里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拉伸的情况 首先要把这个黑边要去掉 那说白了我肯定是要把这四个角往下拉的 你要把这黑边拉出去 是的 然后就是要把这个弯的线给它拉成直的 对 因为我们真实的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直的嘛 嗯嗯嗯 我们拉直之后 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拉伸 就比如说这段那天你也在打球的 这个是Action最广的视角 嗯 现在最广视角它边缘拉伸 挺严重的 你看这个网其实这一段过程 它是从这个网 从上面的画面 然后转到了下面的画面 你可以从上面画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凸字凸的嘛 嗯嗯 到了下面的时候它又变成凹的了 从你这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它就是这个畸变呀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GoPro的 一样的呀 一样 没有区别 简单总结的话就是Action的去鱼眼 畸变校正给的更狠 所以它画面看起来会不怎么鱼眼 更加横平竖直 但是代价就是它边缘拉伸变形 尤其是在四个角会更严重 反过来呢 GoPro是选择少给鱼眼校正 所以你看起来它地平线会比较容易弯折 但是画面边缘就会比较少被拉开的感觉 除了Hyperview 这个取舍就纯粹是取向不同 它没有好坏之分 还是看你个人的口碑 在测试完那些 通常大家都觉得优先级比较高的内容之后 我们也来总结一些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现在不用再纠结的事情 首先GoPro和大家两家现在都宣称自己的新品 有不错的水下颜色校正能力 我既然都已经在水下了 我还不是随便做风格化 我还在意你校不校正 况且你们俩又没在前面装红色浅水滤镜 你们所谓的校正不就是在机内拉一个蓝曲线 红曲线吗 那这个后期我自己一样能干5秒钟的事情 有什么区别 你要真在意的话 你装滤进去 防抖这个事都快2024年了 我相信它已经不会再成为左右你选的一台相机的一个因素了 非要对比的话 还是根据我浅薄的经验 我们来测试对比这个大范围自一轴的很硬的移动 以及水下 所以我们先看一遍 就基本上我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当然作为产出视频的人 如果我自己想操纵一下对比的结果 也是很容易的 实力证明 我口雕相机的时候我就雕松一点 我下台阶的时候相机在我嘴里蒙抖 它就会显得还是效果很差对吧 包括水下的情况真有什么细微差别也不影响使用 基本上这个工况你是考验不到的 甚至你足够细看的话就这么一段素材 你还可以看出它们自动曝光倾向的区别 这一个拐弯你就可以看到Action 它更倾向于去提亮 而GoPro更倾向于去保整体 第三收声不带海绵套的话 然后你骑摩托车之类的 比较大的撞风量的时候 它这个风噪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路上没车了全速前进 如果你骑车的时候举着自拍相机侧面撞风 那百分百都不能用 正面撞风的话它们俩都会好很多 我估计时速50以下都能凑合接受 这方面它们俩都有在进步和优化 第四 底座之下 这个事情很多人吵了很久了 比如说有一拨人会说大张磁漆底座实在是太好用了 效率太高了 然后另外一拨人就会怼它们说 那你是没有划过雪 你才敢放心说这种话 所以现在无论你是乌鸦还是度鸦都没有区别了 你都可以被平等的冒犯 因为优兰子做出了一个把GoPro的底座 转接成大张磁漆底座的产品 它甚至还保留了GoPro原装的磁漆插扣 我妈哭死 行了吧 现在不用吵了吧 除此以外 这个时间码了 预录了 功能它们现在都是两家都有了 得世界大同 第五点 关于这个竖屏拍摄 GoPro是用那个8比7的接近方形的画幅来讨了个巧 它可以从画幅当中直接裁出一个竖屏来 你就不用专门去转相机 但是这个偷懒是有代价的 它参数上会有妥协 比如说它拍不到100帧 所以你如果确定还是想要竖屏大声额 那你就还是得老老实实跟Action一样 装个外框 装个兔龙 或者把底座给转一下 第六点 它们都有一个互相都没有的重要功能 当然我想这个你们肯定也知道 就是这次12把这个GPS取消了 然后大疆的话 它可以外接一个蓝牙遥控器 所以还是能有GPS的功能 然后狗12这一代是新增了一个 可以连蓝牙麦克风的功能 这个东西我上一期视频里面有讲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鉴于它能够支持AirPods通行 所以起码它蓝牙音频变码里面AAC肯定是有的 那AAC其实是蓝牙音频变码里面一个比较 应该是入门的一个选项 因此Action有没有可能 哪一天通过固件更新把这个功能也加上 也许吧 完了GoPro还有功能 其实我一直没有太机会用过 但是有一次我给朋友的频道帮忙拍 然后就试了一下这个光辉 这个功能说 我跟你说 你看着简单其实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还真得试半天 你先给我泪沟相 所以真的相比光辉那个新轨还有那车流 还真是比较傻瓜的 直接可以拍 好感谢你看到最后 现在我来如总结一下 就几乎正如所有人所说的那样 GoPro的擎电画质更好一点 Action的续航和夜景更强 这个基本上没毛病 画质好这一点到底是多少点 那就取决于你拍什么分辨率 你在什么设备上面放 那就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假设我只全流程在手机上面 我从来不在其他平台上没看 那我也确实会优先去考试Action 因为它更便宜嘛 可是目前就我个人而言 就是电池问题 我愿意克服一下 就哪怕是三四个小时不停的 我自行车比赛 那当中我这拍的时候也就那一小会儿 回家打开文件夹 看到那个超过20分钟的片段 我自己都不想看 当然Action我一定还是会留着了 就这次我真的是实际拍过Action的画面 拿回来对比之后我才发现 就GoPro这种 哎实在是油光水滑的质感 然后他那个5.3K那个边缘是又锐又不锐 就反正你看金海路上天修了修人 这鬼样子这么丑 可是他拍出来还是 我也不说有电影感吧 拍出来你看 哎呀就是这个光影 哪怕不是大晴天的时候 真的哇 我实在是难以割舍这个画面 你知道 所以规格间你你可能觉得我还是偏向GoPro 但是我我讲真 就有时候你你说他会不会像渣男和费洋洋 也许费洋洋有一堆优点 然后又关爱你怎么怎么 可是渣男哪怕只需要就 哪怕只要一个优点 一个闪光点 能抓牢你 那他就可以把你CPU了